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 稍微有点长一点 那四章 约翰福音第四章七到三十节 那通常我们看福音书 你会发现到 福音书在那一个耶稣的事工的阐述 和讲述叙事的时候 大多数时候他都会做他 那一种叫做什么 大行步道 陪灵会 这样子那种讲章 但是在约翰福音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特殊的地方 就是他有几处 是有一种个人谈道的那一种叙事的 比如说他在半夜跟尼哥迪姆讲道 然后这个第四章精彩 这第四章是他跟一个撒玛利亚夫人 在井边的一段说话 今天我们要看这一段经文 来去看看 今天讲步道主了吗 怎样把福音圣活化 耶稣基督亲自给我们做示范 怎样去做这个东西 好 给我去下一个slide好吗 水是一个我们每天热场的重要需要 那你可以发现到在这一篇圣经里面 或者说在约翰福音里面 很奇妙的有好几处地方 耶稣都用到水来去提我们的需要 和福音和灵性有很大的关系 在第四章那边尤其是他用到水来做那个开始 一个热场的对话的一个话题 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7到38节那边 有这么一句话说 耶稣在那个 这个是在一个节日过后 祂在向众人 在圣殿那边向众人宣告说 人若可乐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 从祂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我们先按着39节不谈 因为那边有讲到 这是约翰的诠释 他有讲到说 耶稣讲的这个活水江河是什么意思 就从这边我们就看到 耶稣用水这样东西 约翰记得他用水这样东西来去说 我们相信他的人 我们赌付里面都有活水的江河 有没有摸摸看 有洞吗 没有洞就好像一潭死水 哪里是活水 活水江河会流出来 然后在第四章第十三十四节 他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福音的时候 他说 反喝此水这水的还要再渴 就是那井里的水 但是谁喝我所吃的水的就永远不渴 我所吃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 自永到永生 如果有一种水 现在有人卖给你 说你喝了之后就永远不渴的 你要买吗 要不要 要吗 Shopee有卖 没有吗 没有看到 哪里有这样的水 如果有这样的水的话 这世上干嘛上帝要做这样的水 对吗 真的是就是给我们的 air itu penting kan untuk semua orang 但如果没有 air yang betul-betul 我们可以喝 dan tidak akan打agar lagi 所以 there is no possible 但耶稣就是有这样子讲 他说 我给你那个水 当然他所指的不是那个井水 他所指的是一种 会滋润我们的灵性 使我们满满足足的 知道我们的需要 已经饱住的那种 灵性的活水 所以这是一个他讲的活水 当然在我们讲 在那个时候 当他们提到活水的时候 他们所指的是好像 河流 湖 那个海水 会流动的那种水 而耶稣用这个字 来去说 你这个水 它会永远在你里面流动 你会一直得到保住 那第四章 第七到三十节 今天我们读了 这一段经文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当中 因为我应该是没有时间 再一段一段的去讲 我们就从那边 略略的去 跟耶稣学习几个 所谓个人 和本土布道的一些原则 略略的讲过 这里的叙事 是这样的 从第四章 七到八节那边 就讲到耶稣和一个撒玛 他在撒玛利亚的 释迦城外的雅各节旁边 遇到了一个妇人 然后跟他开始谈话 OK 所以没有什么 大家去找一个释经书 来自己看看 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 不过我们都知道 通常我们学习圣经的人都知道 撒玛利亚是一个 犹太人不喜欢过的地方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撒玛利亚 是一个扎种的地方 不是正种犹太人 他们也不觉得这班人 有真正的和他们这样去 敬拜他们的祖先 所以他们不是很喜欢过那个地方 但很奇怪 在约封的第四章这边 有着一个叙事 讲到耶稣经过撒玛利亚 然后去到这个叫做释迦城 如果你有去过圣地 有没有人去过圣地的举手 有耶路撒冷 一定有去释迦的 对吗 还有那边在举办婚礼的 有没有 在那个附近那边 有一个加拿城 举办婚礼 去看雅各井 就是那个雅各井那边 在那个撒玛利亚这个地区 他遇到了一个妇人 开始了在那边跟他对话 从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耶稣亲自示范 怎样跟一个刚刚认识的人谈福音 一流 这是master的demonstration 当然我们可以讲 这一章好像太顺利了 我都没有经过这样顺利过 跟人家谈福音 但是当然我们要知道 也许在福音书里面 约翰把这件事情记下来 就是给我们看到 有可能这就是神的旨意 这就是福音要临到 叙加城的那一天 发生的事情 也许也是 上帝的给我们的一个提示 给我们一个textbook 给我们看看 那个step是怎样的 如果我们要做个人步道 把福音圣佛化的话 有一些什么步骤 我们需要考量 第一 相遇 开始谈话 然后9到26节 是一系列 耶稣和妇人的对话 然后他慢慢帮他 从他各人的那种需要 慢慢转移去 一个灵性的需要 帮他发现到 他的需要 不仅是看得见的 还有一些看不见的需要 属灵的需要 最后挑战他 相信 我就是弥赛亚 把自己介绍给他 当然我们今天介绍 我们是介绍耶稣 不是介绍我自己 也不是介绍教会 也不是介绍 对吗 我们介绍的就是 耶稣基督给这些人 他们相信 所以他最终的目的 你可以看到 整章经文 讲到最后的时候 那个climax 在25、26节的时候 他就是说 我就是弥赛亚 正在跟你说话呢 所以那一边的时候 立刻就 Fronten Approblem 那个耶稣的门徒 就回来了 所以你讲 我们做门徒的 有时候 我们很不懂 时候的 你知道吗 总是去搞一些 什么 anti-climax的东西 事情已经到了 那边的时候 我们就在那边讲 万一下雨怎么办 万一这个怎么办 很多问题的 但是就是 那事情本来就是要成了的 但是心里就是很多问题 搞出很多 所以这个是第二段 然后最后那一段 27到30节 妇人就相信了耶稣 不仅是这样 她还回去 带她的兄弟 带她的乡旅 一起来去看看 来看看这个人 她可以告诉我的 一生的事情 来看看 她会不会是弥赛亚 她已经开始传福音了 她刚认识耶稣罢了 她已经非常的excited 哇 非常的气 已经是火热 这样子去传福音 来 我们从这边学 四个我看到的 个人步道事工的原则 在神学院 也是有这个学习 这个步道之类的东西 我们把它分为两个科目 那天我们还在开会来 有没有必要把它合起来 讲了很久 最后决定还是把它分开 一个是叫做宣教mission 宣教学 那个是大的 神学来的 观念来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本地步道 教会 个人 怎样做不到的工作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 真的是 十八班武艺都搬出来 我谈 罗马路 四个属灵的定律 福音大爆炸 什么武器都搬出来 但是没有武器 比圣经 圣灵 更厉害 完全就是靠 圣灵的工作 圣经的话语 圣的话语 OK 好 来 第一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 要有人人都需要有福音 的这一个心态 有时候 我们看我们四周围的人 他们的生活过得很好 好像没有需要耶稣这样 他生活过得比我好 他家的车比我大 他住的房子比我豪华 他做的生意比我还强 他认识的人比我还多 他怎么会需要福音 你不要搞错了 福音是一个灵性的需要 不是外面的需要 我曾经是做management consultant 有见过很多老板老板 打那种client 那种是每天出去 代理会几万块现金的那种 OK 所以 但是啊 老板老板也有老板老板的头痛 的 时常都是会讲一些 大家一起 这种做生意的人 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们谈什么 还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对吗 因为钱是左带去右带 右带去后带 后带去口带 然后头带穿洞 好像一直那个cash flow 那个周转都好像不灵 这样的 所以一直都要想办法看 我还没有办法再制造一个 一个事业啊 能够generate cash 你知道吗 现金 所有这样子的东西 我不是在贬低做生意的人 我是在告诉你啊 你不要看他好像山公 人家讲啊 就没有需要啊 因为那个人的需要 往往是埋藏在他心里面 我们看不见的 人人都需要福音 这是事实 Amen吗 人人都需要福音 有一首歌叫做 People need the Lord 有听过吗 People need the Lord 好像也有翻译去中文了 人人需要主 有机会给张唱 真的 人人都需要福音 在这一段叙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indication 几个暗示在这边 第七节 约翰说 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妇人来打水 所以这一个人 那个需要的层次 这个人来打水 每个人都有需要要喝水 对吗 有没有人说 我不需要喝水 没有吗 是重要的 我不吃东西 没所谓 不能不喝水 会死得更快 对吗 所以这个 这个是他生理的需要 那个人的生命要延续 他必须需要水 不管你是做什么生意 开什么车 住怎样的房子 你都是需要喝水的 这个是最基本的需要 这个是活命之需 是人明显的需要 第二 当耶稣问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 他说 怎么像我要水喝呢 你干嘛跟我要水喝 第八节那边 这里有提示我们一个社交的需要 这里有暗藏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我们要思考的 为什么这个女人偏偏要选中午的时候 井那边没有人的时候 她才来打水 当然在那个时候 在释迦城降的地方 这属于一个小镇 它镇里面是没有水的 然后他们通常是去外面 他们所谓的雅阁井那边打水 这不像中国的那一种 大都城的那一种 design 有胡同的观念 知道什么叫胡同吗 胡同其实是一个蒙古文来的 胡同的意思就是说 那时候他们做city planning 城市策划 他们在strategic的地方 做了水井 然后那些人就住在那个水井的四周围 一个胡同就share一个水井 在城内的 但是在释迦没有这样的情形 他们的井是在城外的 所以你想象 如果你是在这一种情况 通常夫人打水 你在这种情况 你会选什么时候去打水 要么就早早的时候 没有这样晒的时候 要么就是傍晚的时候 没有这样晒 而且在那个时候 那井边绝对是 那个城里面所有是非的发源地 对吗 大家一起在打水的时候 顺便就讲一下家里的事情 哎呀我那个老公啊 怎样怎样啦 那个壁那个谁又怎样怎样啦 对吗 这样子的东西 这个女人啊 很奇怪哦 她偏偏去选择中午 你们有没有留意到这一点啊 她偏偏选择中午 没有人去打水的时候 她才跑来打水哦 等一下我们才去想想 为什么这样啊 这里给我们看到 人是有社交需要的 对吗 而这个妇人啊 好像刻意去 去回避她这些社交需要 她不想要见人哦 她有色恐 她不喜欢见人哦 不喜欢跟人有社交关系 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谈 然后第三 她说我没有丈夫 这个是家庭的需要 在那个时候 一个妇人 当然要有一个丈夫啦 因为妇人是要靠着 那个家里的男人吃饭的嘛 之类的东西 当然现在不是啦 在那个时候是这样啊 这个也是个家庭的需要 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家人 而你看到这个妇人啊 老实说 如果今天你看到一个这样子的妇人 这么反常的 你也觉得这个人有很深的灵性需要 对吗 她说我不需要有朋友 我没有丈夫 我没有家人 其实就已经在她里面 反映出一些隐藏的很多的需要 对不对 然后 到最后 哇 顶巅峰的时候 她讲不赢耶稣 她一直在那边 耶稣在跟她讲话的时候 她就一直在那边逼来逼去 对不对 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形啊 你像跟人家讲灵性的东西的时候 她就是逼来逼去 逼来逼去 逼到最后 逼到那个corner那边 她没有办法的时候 她就说 先生你好像是一个先知 这些东西啊 等弥赛亚来了 我会把我这一切告诉我 啊 耶稣就把那一个挤回拿到了 下一句她就说 我就是弥赛亚 正在跟你说话呢 所以这里表达出 那一个富人心里 有深长的灵性的需要 看到吗 她有那个灵性的需要 到最终来说 所以一个人啊 他的需要的层次 可能一表面看起来 只是一个身体上的需要 再接下来有一个社交的需要 可能有家庭的需要 各个层次的需要 人家说 可以看见的需要 和那些真正在后面 看不见的需要 而灵性的需要 是一个看不见的需要 所以人人都需要福音 我们要能够看穿 那所有那表面 去到那内心那边 去理解 每一个人都有灵性的需要 他们都需要耶稣 来去拯救他们的灵魂 他们都需要福音 来告诉他们 这个世界还有盼望 我们的生命还有盼望 第二个原则 建立关系 有一个作者叫做 Paul E. Little 在我大学的时候 看了他的一本书 叫做 How to Give Away Your Faith 他就是用这一个 约翰福音第四章 写了整本书 八个chapter 告诉你怎样传福音 耶稣在这短短一段 跟这个妇人谈话的时间 来去和他建立关系 他怎样开始那个process 那个过程 第一就是 先表示我有需要 请给我水喝 很多时候 我们想要跟人家传福音 我们要表现出那种 好像我比你好的那种姿势 对吗 不然的话 我怎样跟你讲耶稣 我用钱又没有你多 做事又 事业又没有你这样什么 我还记得 我听过那个 有一个见证 一个赌徒 他信主之后 这个赌徒之前 他是搞 怎么说 大事业的 卖腰头丸 开赌场 卖赌药 卖赌品 搞大事业的 带茶饭 是谁带他去到教堂 让他认识福音的 你知道吗 是他的一个accountant 帮他做账的 那个是一个基督徒 这个基督徒去帮他做账了之后 他开始发现他的账 有一点问题 你知道吗 他就开始知道 哎呀 死 我现在做的这个公司 好像有点不明不白的 但是他没有立刻抽身而去 而是开始对他的老板 产生了扯隐之心 看到他需要福音 然后大胆的去邀请他的老板 来教堂 人人都需要福音 我们要看到 要去跟这个人建立关系的时候 并不是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 这个人做见证的时候 他还讲 那一年圣诞节 当他的这个accountant 这个会计师 要请他去他们的教堂 参加那个圣诞的 那个布道会的时候 要邀请他的时候 把请柬交给他的时候 我手还在发抖 你知道吗 来 OK 各位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 我很想要跟一个人分享福音 但是我怕的手都发抖 OK 先承认你自己的软弱 那个tension就没有了 其实我跟你一样的老板 其实我很卑微 但是我觉得 福音是真的帮我做到专闭点 你明白吗 先放下自己 先要去给人家看到 我也是一个人来的 我也有软弱的 不是意思说我信了耶稣 我就高高在上 我现在已经是采取一个 从上而下的那种态度 来去跟你讲话 你必须要听我讲 福音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这样子来讲话 不是 耶稣开始跟这个妇人 要知道啊 你看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 耶稣神的儿子 他对这个妇人的东西 他好像都心有成竹 已经是了如指掌了 这个女人是谁 OK 但是他开始跟他说话的时候 不是 你是罪人 你要悔改 明白吗 他是 请给我水喝 那一边来开始 然后 关系建立到某一个地步 对话了 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他开始说 要认识这个人的家庭 对吗 所以深一点关系 建立深一点的关系 你去叫你的丈夫 再到这里来 就开始要进入一个 更深的认识的时候 你也想需要认识 这个人的朋友啊 他的亲戚啊 他的家庭啊 建立关系 是一个好的步骤 更美的是 在17节的时候 当他问他 叫你的丈夫来 那女人说 我没有丈夫 他话都没有多 他只是讲了一句 我没有丈夫 然后耶稣跟他说 你讲没有丈夫 是对的 他没有说 什么没有丈夫 你不是有了五个丈夫吗 现在跟你生活 那个男人是谁来的 不是这样子 亲烈 藐视的那种态度 而是一个 人 只能讲 很 有同理性 这样子 那种讲话说 你说没有丈夫 这是对的 后面还加一句 你说没有丈夫 这句话 是真的 因为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 现在跟你住在一起 那个不是你的丈夫 哎哟 好混乱 对吗 还有能够更混乱的吗 我们立刻就在那边分析了 这样子的情形是什么 前面那五个丈夫是死了 还是 你不好意思吗 一生死了 五个寡妇 然后现在又跟一个男人不明不白 这样子 哎 现在啊 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的哦 男人也一样的 现在 对吗 男人也可能有五个老婆了 现在住在一起的也不是老婆 对吗 也有的 可能更多 哎 男人靠 真是 对 真是 这样子的情形 你讲 不是今天才有的 每一个人啊 人家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来 耶稣表现的态度是一个有同理性 怜悯 同情 而不是一种定罪 怎么说 压制性 或者是死到人家很难看的那种角度 他只说了 清淡 很轻描带写的 就说 你说没有丈夫是对的 但是你有过五个丈夫 你现在跟你一起住那个又不是你的丈夫哦 所以你讲的这句话是对的 然后那夫人就 哎 这个人好像知道我 哇 是谁在Facebook传我啊 搞什么鬼 他怎么会知道 但是在那时候当然没有Facebook啦 没有WhatsApp啦 没有Twitter啦 没有IG啦 之类的东西 报纸都不知有没有 应该有啦 他传不到这样远啦 这样子的东西 他就看到 哎 这个人不简单 这个犹太人 然后他们的宗教的那一个传统 知道有一种人叫做先知 这种人可以东西 可以知道一个人的背景 好像上帝特别启示给他 他说 哇 先生我看你是先知 然后就再迈向下一步了 就开始灵性的引导 到了适当的时候 各位 我们有时候真的要为我们的朋友祷告 我们跟他建立关系 拿出真诚来跟他交朋友 好好的去怎么说 关怀他 让他看见 这个基督徒朋友跟其他信徒不一样 这样的 有一个人这样子跟我讲过 你这个信徒和其他信徒很不同 我在想 不知是不是我时常跟他去 没有开玩笑的 总之就是因为我跟他讲话的时候 我就是不会时常去 一天到晚都讲耶稣 但是我们会讲世界的政治 哲学思想 因为他是中国人 我们会谈一谈共产的理念 跟这个共和的理念的相比 一些同层次的一种交流 然后建立了那感情之后 谈到信仰的时候 他就很开放这样跟我谈了 然后我就可以跟他分享 耶稣在我生命有什么意义之类的东西 然后他听的时候 他就讲 你这个信徒很不同 我也不懂他讲不同是什么意思 总之就是他可以感觉到 你对他的感情是真的 你真的关心他 这样子的话 他才能够信任你 我又听过有另外一个人 这样子跟我讲 他说 我的孩子要信耶稣 他想要去教会 你去的教会是什么教会 有人这样问你的时候 什么意思 他信任你 因为你时常跟他讲 你所信的耶稣 他认为你教会那个耶稣 才是对的 对吗 不要让孩子气错教会 信错耶稣 对吗 这样子的情形 所以灵性导性 导引 是有时间性质 还有要看时机的 这个东西 可遇不可求 要经过很多的祷告 很多的那个 心里的探测和摸索 还有要对你的朋友的 那个需要 有高度的那个敏锐 知道他在什么时候 需要什么东西 什么时候 是可以发那个挑战的 那个东西 没有人可以告诉你 你必须要 跟着圣灵的引导 去摸索 到了时候 就是时候了的 这个就是弥赛亚 你要接受他吗 有时候 你一直在想 他还没有准备 还没有准备 他还会忽然间走 你家 我要怎样信耶稣 或者有好几次 是不是 就是有这样的东西 我跟他讲 讲完了之后 我心里都有一点怀疑 就是这样 你要接受耶稣吗 好啊 就这样了 不是我们的功劳 是圣灵在引领 但是上帝在使用你 祂在使用我 我们不过普通人罢了 我好像心意讲 我们不过普通人罢了 上帝给我们有机会 参与这个 这么有祝福的一个事工 把神带到人的面前 在这一个妇人的生命里面 这谈话里面 耶稣至少两次 就是尝试把那个课题 进入灵性导引那边 第十节 他说 你若知道 你就早要求他给你活水 那提出了 这个活水的东西 他所提的很明显的 不是那个井的水 但是我在想 这个妇人 像纸又不纸这样子 然后就耍太极 推开去 然后到了第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的时候 耶稣又在提这件事情 去讲到 你真的敬拜的话 不在乎你在哪里敬拜 今天我们就是作为 这个福音派基督徒 我们就是有这个观念 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的观念 就是真正信拜神的 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在哪里都可以 OK 但是当然 比如说 如果你去公教的话 他认为你必须要到教堂里面 才能够敬拜 那个是他们的神学 我们姑且不谈 但是这一个观念很重要 因为在犹太人跟撒马利亚人当中 他们有最大的一个争端 就是犹太人说 你要敬拜神 只能够去耶路撒冷的神殿那边 撒马利亚人就哪一个山头都可以的 你看旧约那边 那些高处 他们在high places那边敬拜的 所以他们没有限制 而且是在耶罗坡安的时期 他们建了两个大祭坛 在两个地方 波特利还有另外一个是 有两个地方 OK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 这就是其中一个 犹太人跟撒马利亚人起争端 有tension的重要的地方 所以耶稣跟他说 你要知道 你讲要在这里 讲要在哪里 其实不重要 最重要是以心灵与城市 所以这是灵性的导引 各位 我们千奇万岛 当我们爱一个我们的朋友 爱我们的灵舍 爱我们的亲戚朋友的时候 我们每天的祷告 可能就是要求神 预备他的心 制造那个机会 让他来到 他发现他有灵性需要的时候 我们在适当的时候 能够和他谈耶稣 但是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之前 你应该有很多机会 都已经慢慢 领他到那个时候的 我自己相信一个叫做 pervenient grace的东西 这个是 阿米纽派的 不是加文的 pervenient grace 明明上帝 他爱世人 只愿万人得救 不愿一人沉沦 所以他的那个恩典 会把人慢慢的导向 到他有机会 接受耶稣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跟 与神同工 sensitive对他的引领 时常充满着敏锐 祷告求神说 你要我和哪一个人 传福音 哪一个是你要拯救的对象 你用我吧 那这个人祈求主 到了你在跟他 俯视住这个人的时候 你要为他祷告 求神预备他的心 来接受耶稣基督 做他的救主 让他生命又转变 得到祝福 你要为他祷告说 求神用他的恩典 来去带领他 给他足够的信心 来去接受他 你要为自己祷告求神 给你那个敏锐的思想 知道在什么时候 是最恰当的时候 来去带这个人 来去相信你 到最最后的那个阶段 终极的目标 就是把他指向耶稣 Behold the Lamb of God who takes away the sin of the world 看神的羔羊 除去世上的罪孽的 把他指向他 那就是我们的最终极的目标 成功的见证是什么 学员传道会的定义 成功的见证 靠着圣灵的大能 单单传讲耶稣基督 并把结果交托给神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依靠的是圣灵的大能 传讲的是耶稣基督 不是你的保险 OK 不是教会哪一个好 还是什么东西 单单传讲耶稣基督救恩 和的大爱 然后把结果交托给神 求神把他引向他 在26节 耶稣到了那一个 climax的时候 他终于说 我就是弥赛亚 正在跟你说话呢 OK 然后就中断了 那些门徒就回来 然后这个妇女就 放下她的那些container 就跑回去里面 然后跟人家讲 你们来看 我跟你讲 这个女人 她不是不想跟人 社交有社恐的吗 对不对 她的生命一团糟 所以你现在明白 为什么她要中午去打水吗 她不想见到人 因为一见到那个壁 那个女人 那种看你的眼神 就是好像不是很友善 这样子 一去到打水 一般女人在那边 看到你来的时候 他们就 不舒服耶 那种感觉 看到那些男人的时候 那些男人也是好像 看情你这样 有些还涩眯眯 她是涩恐的耶 她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社会 可能已经完全放弃了 当时 当她遇到耶稣的时候 当她看到盼望的时候 忽然间 她的生命 活跃起来了 忽然间 里面的火 又烧起来了 忽然间 她心里 那个疑问 她没有办法 她一定要找个人讲 跑进去 就说 你们来看 这个人 他可以说出 我所有的事情 这个人会不会是基督 然后就带着 全部人出去了 然后之后 我们看下去的结果 就是这个释迦城的人 就认识了耶稣基督 这个弥赛亚 各位 我们要来去成为 耶稣基督的那个福音 我们要了解 这一个 怎么说 这个引人归主 这个东西 是跟圣灵有关的 不是跟我们有关 如果我们再看一次 约翰福音第七章 一直看到三十九节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第三十九节那边 约翰 去提到 这个所谓 同 那个信徒 赌付 流出活水的江河 是说 信他的人 要受圣灵而说的 圣灵是一个 outpouring的工作 是一个 是给你那个能力 去做 你所不能做的 那种工作的 所以我们去传福音 不是靠自己的能力的 耶稣 他去传他自己的时候 他领受的是从神而来的 权柄和能力 我们也是一样 耶稣说 受圣灵吧 他给了我们圣灵 让我们去做他的 那一个见证 第一 使徒新传一章八节说 当圣灵 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就必得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去做我的见证 我们谈本地见证的 时常来这个经文 来问 你的撒玛利亚在哪里 你的那个耶路撒冷在哪里 你的耶路撒冷在哪里 基本上就是你的本地圈 就你四周围那些人 你的亲戚朋友 你的邻居 你工作上的妥伴 之类的东西 这些都是你的耶路撒冷 从你那本 你四周围那些人的圈子 做起 去成为神的见证 而且是靠着圣灵的 不是靠着我们的口宅 多能讲 来去做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今天我们从 看一下 从四章第七节 首先给我们看到 作为一个 不道的人 做福音的事工 我们是需要圣灵的教官 才能够活水 涌流的 如果我们赌付里面 那个活水不够多 它不会涌出来的 对吗 所以你一定要 一直有supply 活水来的 它才能够涌出来 去浇灌四周围的 那个祝福 多到 福悲满意 涌出来 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要有一个 人人都需要福音的心态 不要看到那个人 好像没有需要这样 你就觉得 他不需要的 他真的还是需要的 我们要真的陪伴他 到某一个时候 时候满足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和他分享 建立那个关系 找寻机会 来去做灵性的导引 然后最后 把他指向耶稣 各位 这个就是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 在这个社会里面的工作